阿富汗是一个多民族多部落的国家 从20世纪初开始 一直到1974年 大概70多年的时间 阿富汗曾经享受过一段 比较平稳的和平的时期 那么我到阿富汗工作 就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 正好是他们比较和平时期的末期 当初的阿富汗经过三代国王 阿富汗的这个统治 阿富汗各个民族各个部落 他都能接受中央政府的这个领导 所以60年代 上个世纪60年代 我在阿富汗工作期间 见证了一个很和平的 比较稳定的 虽然这个国家不富裕 但是很平稳 尤其这个首都喀布尔 因为上个世纪60年代 我们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 我们在国内吃饭还要粮票 但是在阿富汗呢 到了他首都看到喀布尔 还是相当一些现代化的 这个比如说 出售这个西方这个奢侈品的商店 还有比如说像周级饭店 这些现代化的酒店 那个时候在喀布尔已经有了 所以那时候有的人说 喀布尔是东方的巴黎 小巴黎嘛 也可以这么说 尤其是像查歇尔国王 他那个王室 现在很西化的 我们接触最多的 查歇尔国王 他在王室里头举行的活动 几乎都是不穿这个阿富汗民族服装的 都是传言为服啊 打领街啊这样的 而且人们的生活也很安定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个一直到1974年 据介绍 1973年查歇尔国王 在意大利访问期间 他的堂弟达乌德发动政变 成立阿富汗共和国 并改变查歇尔国王 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导向前苏联 执政几年后 达乌德试图摆脱前苏联的领导 结果被前苏联支持的力量推翻 1979年 当时的阿富汗政府 为摆脱前苏联影响 转向美国 随即前苏联入侵阿富汗 开启了长达十年的战争 这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大约一百万人死于战火 六百万人被迫逃离家园 沦为难民 在跟苏联作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面 培养起一批阿富汗的武装 比如说是阿富汗北方武装 还有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 都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 后来苏联撤军以后 就是这些武装之间 他们又打仗 阿富汗就是始终就处在一种 一种混乱的状态 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他又跟中东这些恐怖主义势力 比如说基地组织 什么伊斯兰国组织 又走得很近 在他阿富汗境内 就是这些人就策划了911事件 所以911事件发生以后一个月 当初的美国的布什政府 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 美国入侵阿富汗 推翻当时的塔利班政权后 2002年 流亡意大利多年的 查西尔国王回国执政 华黎明又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再次见到了查西尔国王 但阿富汗再也不是 他记忆中的阿富汗 华黎明回忆称 那时的喀布尔就像刚刚经受过 七八级地震 一片废墟 昔日繁荣的景象全部消失 他原来熟悉的街道 商店都炸没了 使馆的房子也被炸塌 眼前的场景令华黎明唏嘘不已 随着美国今年8月30号 灰头土脸的完成撤军任务 阿富汗这座帝国主义的坟墓 就像魔咒一样套在美国头上 但长达40年的动乱 受害最深的是这块土地 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如果说是什么势力要破坏了 阿富汗的和平和稳定呢 这个主要就是来自外部的侵略和干涉 比如说来自苏联的 来自美国的这个侵略 阿富汗问题对中国最重要的歧视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要想这个资历于世界民族之灵 这个国家要想发展 最重要的问题要有和平和稳定 没有和平和稳定 一切都谈不上 我想这是阿富汗给我们 最重要的经验和教训